新书快报 大家好 我是成品书店的云轩 我是周小华 今天要介绍的书籍书名是 在下流时代也要做幸福老人 这本书的副标题 它提到是利用共享生活 创造老后幸福 那这本书的作者本身 他就是在日本 他是一个趋势专家 他就是创立下流时代 这个名词的人 所谓下流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再为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次 这里提到的下流时代 下流社会 他其实在讲的是说 用你的月薪去定义 台湾如果换算的台币的话 大概就是你的月薪 如果是在五万块以下 你未来应该就是下流老人 五万块对我们来讲 可能有点多 但是实际上 我有碰过我的保险经纪员 他每一次跟我讲 都在讲说 你的看护可能就要两万块 然后你自己还要吃喝 还要生病的时候的钱 其实五万块不够 所以他每次都在跟我讲说 你一定要保到 你可以有五万块的 这样的水准 五万块如果对我们来讲 是所谓下流老人的标准的时候 我是好奇说这本书 要怎么样让我们达到 不要是下流老人 是纯粹从财务的角度来讲吗 我觉得作者他很实际 他知道说可能对于财务这个部分 是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他无法真正说切入说 教你怎么去做理财规划这件事情 但他会想要让你可能从其他的方面 尤其是生活的层面 去切入说你未来可能可以更幸福 讲到这个生活更幸福 其实我最近看到新闻有讲到一种就是 我们可以共餐 这个好像还蛮容易做到 曹华提到的很好是 在这本书的后面 其实作者很具体的提出 现在日本的状况 就是他们就从法国那边去学习到一个方式 他们像有一些社区就落实这件事情 因为像现在的法国巴黎 其实他们在几年前 因为有一些应该说房子 应该我们都知道他失业率很高 然后年轻人可能租不起房子 因为租金很贵 那很多有钱的老人家 他可能会把自己家里的空余的房间出租 让年轻人可以免费 免费的进入他们的房子里面居住 然后只是要交换的是陪伴的部分 这是共享的开始 那可能当然就是说互相的照料 然后他也可以就是说 因为借由跟年轻人的相处 让生活可能能够更愉快一点 那在日本的部分 这里面提到的几个案例 就是说像在东京有一个 他本来是做不动产的一个女生 他发现有很多房子 其实是空在那里的 租不出去卖不出去 那他在想能不能友善的利用这些空间 去结合一些社区在地 尤其社区现在年龄老化很严重 他想说能不能借由这些空间 把它改善成公共空间 那可能就是每个参与的人 只要付一点点基本的费用 他就可以使用 比如说像共食 他就是把其中的一个房子 他改成厨房 厨房跟餐厅 那这里的厨房跟餐厅 不是说你来点菜 我给你吃饭 他的方式是说 可能每个礼拜几 对那大家可能来参与 他会发一个通知 那之前有缴基本费的会员 他基本费很低 就日币大概是1000元而已 台币其实大概不到300块 对那你一个月哦 那你可能就是每个礼拜的 可能两天三天 你可以去一起做料理 然后一起吃饭 然后感受那个氛围 然后大家可能会 如果因为毕竟孤单一个人吃饭 跟大家一起吃饭的感受 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新的案例 在下流时代要做幸福老人 那我想说这个新的案例 可能也有一点探索的味道 你觉得他看起来像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实验吗 我们以后是大家都可以这样做吗 我觉得他目前 其实他已经从2011年到现在 大概6年的时间 我也因为这样 然后很好奇 所以我就是去搜寻创办人的Instagram 就发现他们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但他也有提到 他的心路历程有提到说 一开始他们那时候 本来想到的是说 希望能够增加老人家出外 然后跟大家共识 然后一个人毕竟不方便 对他们希望能够提升老人家的幸福感 可是那时候来参加这个活动的人 其实老人反而是很少的 这样算成功吗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一开始 但后来其实老人家变多了 因为是口耳相喘嘛 但一开始为什么老人家 反而不太敢出来 他说那是因为传统的观念 前几个月做的那个比例调查 就是65岁以上的参加的人 大概只有10% 最多参加的人 小华你猜是几岁 像我最终大概四五十岁的吗 因为我们怕 所以我们想要先看看是什么样子 很准的 就是男性 然后40岁到50岁之间 为什么他们会积极参与这个活动 是因为他们说 他其实对做菜有兴趣 但是在家里只要一走进厨房 老婆就会说你要干嘛 所以他们就会被呵斥 就会想说那我就是 好像只能压抑自己 就没想到这样的活动 他就觉得说 我每个月缴1000块的会费 去参与这个活动 可以感受到说 第一个是我可以学习做料理 然后可以感受别人吃 我的做的料理的幸福感 所以这个所谓共享的观念 从一开始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是可能是一个社会团体 或组织他推出来的 可是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是 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要有自己 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我觉得共享很重要的观念 那这是在下流时代 也要做幸福老人这本书 所介绍到的一个观念 其实一开始你有提到 他蛮多数据 会不会非常难以看懂这本书 其实他这个作者 他本身是毕竟他是社会研究家 他会希望用数据来佐证 证明更多之后要提到的 不管是改善的事情 还是整个趋势 所以我觉得那个地方你可以翻过 然后了解一下 大概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他这个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说 如果我是以光是以性别来分的话 男跟女的老人 他们最想要的 或者是最不希望落入的 下流的状况是什么呢 以男生来说他会在意健康 那以女性来说会在意的是 儿孙的幸福 然后以及就是你身边 有没有亲人的陪伴 这是单纯以性别来分嘛 那他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查吗 他就是他可能是利用各种 就是因为日本的研究机构很多 他会做利用各种各样的福利机构 甚至是譬如说像医院 或者是普调的公司 然后他会去针对就是男生女生年龄别 然后职业别年收入 对去做这些的分析 讲到这种下流时代要做幸福老人 其实我想我这50岁的人会比较有感觉 我还蛮好奇的你几岁 你对这个题目真的有感觉吗 我真的很有感觉 因为第一个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已经被定义在说 你的月薪是5万以下的年轻人 这一点都非常有感觉 所以你是告诉我说 成品的薪水没有到5万了 是这样吗 我们是秘薪之不能告诉你 好那这个薪水的部分 你怕你老了以后没有5万块的 我觉得会在意 另外可能更在意的会是那个感受 就是那个感受是可能不是金钱那一面 像我觉得这本书 他提到说要做幸福老人 这个幸福不是只有钱的问题 因为他像他也分析很多有钱人的烦恼 我觉得这边提到的是说 他会希望你撇开钱的问题以外 你能够用什么样的层面进入 说去寻求你感受到的幸福 非常谢谢云轩为我们介绍这本 在下流时代也要做幸福老人 他的副标题你再为我们介绍一次吧 利用共享生活创造老后幸福 这个共享生活其实是一个起点 其实后面还有很多要做 而且我们台湾既然没有人 很熟悉这个的话 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好好的利用一下 说不定可以让大家都很幸福哦 谢谢我是成品书店的云轩 我是周韶华 欢迎您下一次统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书快报 新书快报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